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之前稍微解释过 那么第二个地方就是在第九真身观 真身观的经文有提到说 阿弥陀佛可以说是无量的向好 无量的光明 那么每一道光明都变造十方世界 恋佛众生摄取不少 那么有关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恋佛众生摄取不少 这两句十六个字 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自己 在彰显他摄取宏愿恋佛的人 因为这里所谓的恋佛众生 是指第十八愿的恋佛众生 那么虽然经文短短两句 十六个字 可是善导大师的解释的文字很多 而且一开始善导大师就下一个断定 说佛光普照 恋射恋佛众 阿弥陀佛普照十方的这个无碍光明 他是恋射恋佛众 也就是恋于摄取救度恋佛的人 那么如果其他不是恋佛的人 就通通没有在阿弥陀佛摄取光明 的当中 这是善导大师所下的断案 善导大师要进一步解释说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有三远 三远的关系 有恋佛跟阿弥陀佛之间 自自然然就有亲远近远 还有增上远 同时又说 重行虽然是善 回向也可以往生 可是如果要跟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这个恋佛法门相比 那根本都不能比较 所以善导大师就引用例子说 世故诸经中出处广占炼佛功能 很多经典当中 都有谈到炼佛的功德跟功能 当然如果论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当中 谈到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关的经典 大概有两百七十多部 有两百七十多部 几乎占全部经典的快三分之一 那么在这里呢 善导大师就举出 净土正义经典 就是三部经 所以就说呢 如无量寿经四十八院中 唯秉专念弥陀平奥得生 又说 如弥陀经中 唯秉 如弥陀经中 一日七日专念弥陀平奥得生 又说 此经 唯秉专念名号得生 所以这里就显现出 变造十方世界的光明 唯在摄取 弘愿恋佛的众生 所以这一段经文呢 也是安乐能人 显张别异弘愿的地方 那当然 我们又会有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光明都已经 普照十方世界了 为什么不直接摄取 任何的 十方世界被普照的众生 而 那么偏心的 只有摄取电火的众生 会有这一种疑问 各位连友会不会有这一种疑问 会 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这有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 比如说磁铁 大家晓得磁铁嘛 磁铁有吸引力 对不对 吸引力 凡是带有 这个铁性的东西 都会被磁铁吸引 对不对 所以这里如果有一颗 大磁石 吸引力很强 那么旁边 有这个铁针的话 铁针立刻就被吸进去 对不对 那它因为吸力很强 所以即使 不是全部都是铁针 只要有一点点铁性 立刻就被吸进去了 因为它这个磁石的功能很强 可是如果旁边是玻璃片 塑胶片 木片 那能不能被吸引 不能 那一样的 阿弥陀佛呢 光明变造十方世界 这是平等性的 平等性的 普照大地 普照万物 好像太阳 阳光 普照大地万物 可是 唯有练佛的人 才能跟阿弥陀佛 佛的悲心相感应 因为佛的悲心 就是要救度练佛的人 这是自然的功能 那如果他没有练佛的话呢 就只是被骗照的光明所照耀 但是没有被摄取的光明所摄取 那么在这里就分出光明有两种 一种是骗照的光明 一种是摄取的光明 那骗照的光明是普遍性的照耀 那摄取的光明除了普遍性的照耀当中 又有特别的功能 反正是练佛的人 就被这一种光明所摄取 这个叫做摄取的光明 那为什么又分这两种呢 因为不是每一个根基 都是练佛的根基 虽然不是每一个根基 都是练佛的根基 但是阿弥陀佛希望 每一个根基都是练佛的 因此呢他就先用光明 来普照所有众生 来调熟他 希望他呢慢慢基缘成熟 而进入练佛的法门 这个就是常常比喻的 生生世世以来 我们如果没有基缘做人 阿弥陀佛调色我们 能够生而为人 没能遇到佛法 阿弥陀佛调色我们 让我们遇到佛法 我们遇到佛法的杂修杂醒 阿弥陀佛就调色我们 能够进入净土法门 之后才在他的摄取光明当中 是有这一种比喻的 好像这个水果 接受太阳的照耀 由青转红 那如果还没成熟 还没有红的时候呢 这个水果还不能掉落下来 等到他熟透了 自然就掉落下来了 你不摘取就能够拿得到 意思就是这样的 那么也有一句话说 天雨虽大 不论无根之草 佛齿虽广 难度无缘之人 也就是说 上天 普降甘霖 台湾各地 都下这个大雨 可以说是 普论 大小花草树木 可是 这一根 这个树 这个草 如果没有根的话 那能够接受这个 雨水的滋润吗 就不能 所以说呢 天雨 天下大雨 天雨虽大 不论 无根之草 那么佛齿 虽广 阿弥陀的慈悲 平等 广度 众生 不加简别 不挑选的 可是 无缘之人 难度无缘之人 他没有这个因缘 来学佛 来信佛 来恋佛 那就 没办法救度他 所以说 佛齿虽广 难度 无缘之人 所以这个缘呢 很重要 其实 一切万物 的存在 都是因缘 和合 没有因缘 不可能 有这个存在的 我们身体的存在 或家庭 亲人的存在 一个社会 国家 的存在 乃至宇宙 万物 的存在 都是因缘 当然 因缘最根本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心 所以这个娑婆世界 是我们娑婆众生 的这个心 一起 显现出来的 这个叫 共业所感 共同的业力 所显现的 所以说呢 三界为心 所现 这三界 是我们 这个 三界之中的 所有众生 共同的心 共同的业力 显现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转变 这个业力 以我们力量 是不够的 虽然说 业由心造 然后呢 业由心转 有向无心 向由心面 无向有心 向由心生 一切来自于 你的心 但是 我们的心 整个都是业力 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 要拖出三界 改变三界的命 不可能 那就信受 迷惑的救度 靠外的力量 就能够改变 而且能够成佛 所以这个外来的力量 是对我们来讲 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净土门里面 讲练佛的众生 叫做机 机器 的这个机 机器 它能够运转 就是靠 外来的操作 没有外来的操作 这个机器等于 会晤一样 没有作用 我们能够成为 练佛的根基 也是 种种种种的 这个因缘 来调守我们 那主要就是 阿弥陀佛的 这个操作 所以说 这个三道道师 讲的 一切善良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成 阿弥陀佛的 带焰烈力 为真善远也 而正老大师又说 正以托佛愿力 致使 五圣其入 正因为 可以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 所以五圣 人圣 天圣 声文 圆嘴 菩萨 都平等地 能够到极乐世界 同等地 获得成为的果报 可见 对我们 敬主法门来讲 圆 阿弥陀佛的愿 是多么重要 这个是第二个地方 讲阿弥陀 彰显宏愿 的第二个地方 那么第三个地方呢 就是九品声 下品上声 所讲的 也是呢 阿弥陀佛自己 在彰显他的 宏愿 念佛的救度 经文是这么讲的 经文说 大家静听就好了 静静地听 或有众生 做众恶业 虽不诽谤 方等经典 如此于人 多造恶法 无有惭愧 命欲忠实 欲善之事 为说大圣 十二部经 首体明字 以文如是诸经明固 除阙千节 几重恶业 智者 护教和掌插手 称 南无阿弥陀佛 称佛 称佛名固 除五十亿劫 生死之罪 而时 彼佛 即遣化佛 化观世音 化大四智 至行者前 赞言 散安子 以辱 称佛名固 诸罪消灭 我来迎辱 做事予以 行者即见化佛 光明 遍满其事 见以欢喜 即便命中 成宝莲花 随化佛后 生保持中 因为 没有经文可以看 这样听 是听不清楚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人 他做了种种的 坏事 只差 没有诽谤 经典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坏事 都做过了 而且 没有惭愧心 认为 做坏事 不算 什么 坏 也是一般的 所以 不认为 坏事是坏事 所以没有惭愧心 可是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自作自报 所以在他 临命中的时候 临命中的时候 可以说呢 恶业显现 刚好 遇到一个善之士 来跟他安慰 而且 讲这个大圣经典的 精明 来给他听 来消他的业 那么这个人呢 听到这些大圣经典的 名号 就除了千节 的这个 几重的恶业 但还不注意 让他 离开六道轮回 所以这个善之士 又进一步 教导他 要他呢 合掌 练 那么阿弥陀佛 所以对方 就跟着合掌 练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也由于 练佛的缘故 所以消除了他 五十一节 生死的罪业 这五十一节 是表示 他生生世世的 罪业 的这个树木 这个时候呢 阿弥陀佛 的 化佛 化现的佛 就出现了 出现了 跟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出现 然后呢 来到这个 忍得变前 而且赞叹他 说善然此 因为你练佛的缘故 所有的罪 已经消灭了 我来迎接你 我来迎接你 这些话说完了 这个人就断气了 就跟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是 下品上升 的这个内容 那么在这里 所显现的是 化佛来到变前 赞叹他 说他是善然子 论这一个人 一辈子 都是做种种的恶业 在经文当中 就说 做种恶业 可是 佛 却来赞叹他 说你是一个善然子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恋佛 恋佛是善中之善 善根中的大善 是福中之福 是福报中的这个大福 所以就称他善然子 而且说 因为你练佛的缘故 所以罪都消灭了 也就是说 我们生生世世世 四生生以来 做的种种恶业 五戒 也犯 十恶 也做 无恶不做 无作不恶 那么这一些罪业 变满虚空 变满虚空 可是只要练佛的话 这些变满虚空的罪业 当下就消除 所以呢 这个炼佛 好像大火炬 那么我们变满虚空的 这个业力 好像这个甘草 甘草遇到了这个裂佛 所有甘草很快 就被烧尽 就是这个比喻 那么散导大师呢 他就对这一段经文 又特别解释 他说 明所文化战 但数称佛之功 我来迎主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化身 来的时候 只是赞叹他 念佛 就有消除 所有罪业的功能 因此呢 我来迎接你 只赞叹这一点 其他的 没有赞叹 其他的 因为善之士在这之前 已经预先 为这个人 讲这个 十二部经的这个名字 在讲这个 十二部经的名字的当中 应该也会 解释他的含义 为什么 因为一部经的重点 显示在哪里呢 都显示在他的经 的这个名字 那么散导大师说 这个佛 只有赞叹 没有赞叹 没有赞叹其他 那么这就显示 从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本愿 或者是释迦摩尼佛 讲这一些的这个心意 从佛的愿意来看 只是劝导正念称明 正念称明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 回心正念 愿生彼国 就得往生 而白大狱所讲的 如一心正念之来 我能妇孺 众不会堕于 随火之烂 所以散导大师 就说 唯劝正念称明 只有劝导我们 正念称明 往生一击 要往生极的世界 比较快 比较直接 比较容易 比较超越 所以说往生一击 击就是快速 不同砸伞之夜 跟其他杂 杂是跟正念 念佛相比的 跟念佛相比以外的 十三种定 观 三府的散散 还有三学 界定会 六度 不失词觉 忍入精进禅定智慧 这一些呢 跟念佛不能相比 所以念佛 是跟这一些杂散 不一样的 念佛要往生极乐世界 是立即的 也就是说 这个人 现在要断气了 现在念佛 现在就可以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说 他旷解以来的罪业 很多很重 即使现在念佛 也要等到几辈子之后 才能够往生 不是的 现在就可以往生 那我们并不是 我们现在在这里 讲经 说法 听经 文法 还不是往生的时候 但呢 现在就已经确定 能够往生 不必等到临终 所以 由这个经文来看 也可以看出 这也是安乐能忍 在显章 别意志宏愿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进一步解释的 就说 宏愿 宏愿 这善导大师 所提出来的 如果 只对 善导大师 只看善导大师 对宏愿这两个字 所做的解释 就会晓得 就会晓得 善导大师本人 并没有提到 说 《观如亮寿经》 这一部经的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 是在指出 彰显宏愿的经文 善导大师没有这样讲 善导大师只有说 言宏愿者如大经说 只有说这几个字 所谓安乐能忍 显章别意志宏愿 然后说 所谓宏愿就像大经 也就无量寿经 所讲的 然后就说 以这句话 这几段话 这几句 几个字 来解释 宏愿 善导大师 并没有 针对 《观如亮寿经》 这几个地方说 这就是 阿弥陀彰显宏愿的地方 并没有 那么 这个就不得不让人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认为说 难道 这几个地方 就是阿弥陀佛 亲自 彰显宏愿的地方吗 因为善导大师 他并没有 说这几个地方 如果有 说这几个地方 那就很明确 这几个地方 就是这几个地方 明明白白的 没有模模糊糊 现在善导大师 并没有讲 善导大师指说 演宏愿者 所谓宏愿 主大经说 就像大经所讲的 那么 我们呢 不过呢 虽然善导大师 并没有 明粹地指出 这几个地方 是阿弥陀佛 亲自彰显宏愿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善导大师 认为 这几个地方 是在彰显宏愿 因为 因为 以善导大师的解释来看 很清楚 就在彰显宏愿 虽然没有 明白的说 这就是彰显宏愿的地方 但是 意涵 却是在彰显宏愿 那么在这里 善导大师说 宏愿 就是 是辅导大经所讲的 善导大师应该有 他特别的这个主张 也就是说 善导大师想要通过 这样的这个解释 提出他对 无量寿经 跟观无量寿经 这两部经的这个看法 也就是说 对比这两部经 可以明显地 知道 无量寿经 它本身 就在宣讲 阿弥陀佛本愿 念佛的这个旧度 也就是 宏愿的法门 所以 无量寿经 可以说是 宏愿之经 宏愿的经典 那么以观 无量寿经来讲 它整个经文表面上 都是在讲 定善 跟散善 这一些要门 所以 从表面上来讲 观经 就是要门的经 这是可以 催信的 但是 正如前面 已经指出的 如果深入考察 探讨 观经 在流通分当中 释述 释迦牟尼佛 也亲自 亲自 开展 宏愿的 这个念佛 这个就是 观如量寿经 最后流通分 的经文 那段经文 我想大家都 都很了解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 在引用 也就是说 佛告阿兰 如好 此事与 此事与者 即是 此 此什么 此无量寿 佛名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 也可以看出 是释迦牟尼佛 他也在彰显 宏愿 如果 不是念佛的话 那么 十三种定观 很显然就要门的定善 那三佛 很显然就是要门的 这个散善 跟念佛 都是不一样的 必须有这十三种定观 才算定善 或者是这三种 这个 三佛 才算散善 那这里只有念佛 乃至一辈子 都没有行善的人 他念佛 也能离开六道 往生极乐成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会 冠军的最后 也是在彰显 阿弥陀佛的这个宏愿 所以 从这一段经文 可以看出 冠军 也就是说 从这几段经文 可以看出 冠军 跟无量寿经 是一致的 都是 在弘扬 宏愿炼佛的法门 宏愿炼佛的法门 关经的最后 大师在这个药愿炼佛的法门 就说 言宏愿者如大经说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三佛 大师才在这里 大判 大概 大药性的 判别这两部经 以大经 当作宏愿的经 关经 当作药门的经 当然如果从关经 最后来讲 那么关经 就不是药门的经 关经也是 红炼的经 所以 一开始讲 这个散导大师说 金城二尊教 广开经 土门 二尊就是 释迦摩尔跟 阿弥陀佛 这二尊 个别的教法 二尊二教 最后呢 是二尊一教 二尊 同样一个目的 在宣讲 宏愿炼佛法门 不过 在散导大师 对于宏愿 红愿 也就是第十八愿 所做的解释当中 有的地方 也没有完全 提到这个 炼佛 譬如 他在这个地方说 眼红愿者如大经说 一切善恶反如得生者 莫不皆成 阿弥陀佛大愿业力 为真丧愿 只说到阿弥陀佛的愿力 没有谈到 第十八愿当中 的信心 或 练佛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有一些特别的 不过我们要了解 散导大师 对宏愿 也就对第十八愿 解释的手法 不完全一样的 有时候 对于第十八愿 突出众生的 志心 心乐 预生的三心 说 你要有具备这三心 有时候 单独 强调 实恋 你只要 练佛 众生 必得 往生 强调这众生 实恋的 行 有时候 又通过 志心 心乐 预生 实恋 这个信 愿行 来解释 第十八愿 所以 这一点就 并不奇怪 而且我们 反而应该 特别注意到 散导大师 用这些 不同的 解释手法 他的意图 是什么 大体上来讲 可以认为 散导大师 突出 第十八愿的 志心 心乐 预生 和实恋 这个是从 众生的 信仰 跟实践的 角度出发 来讲的 那有时候 强调 这个 阿弥陀的 本愿 或者是 名号的 救度 这是从 这一个法门的 理论的角度 出发 来讲的 所以 同样一个 第十八愿 也就是 本愿 红愿 可以从 几个 不同的角度 来做 这个解释 所以在 这个地方 散导大师 解释 这个红愿 没有提到 这个 志心 信乐 或 电佛 提到 阿弥陀的愿 莫不接成 阿弥陀 我大愿 业力为 真上愿 以这个 来解释 第十八愿 那么 接下来呢 是 二尊一教 前面 所讲的 二尊二教 是将 观如亮寿 有经分为 世家教的 药门 跟 弥陀 教的 宏愿 可是 世家 牟尼 我 是要通过 这个药门 来 誘引 调守 所有的众生 也就是 定 散 的根基 所有的众生 归纳起来 不是定 的根基 就是散的根基 那当然 也包含 这个 定 散之外 就是 罪恶 凡夫 没有修行的人 调引 这一些根基 来进入 弘焰的 念头法门 这是 世家 牟尼 佛 这个 要门 教 的 目的 那么 阿弥陀佛 就通过 弘焰 教 显示 显示 救度 在于 他的愿力 这是属于 二尊二教的范围 那接下来呢 二尊一教 就是比二尊二教 更近一步 显示 世家牟尼尔跟 阿弥陀佛 都同样 以弘愿 念佛 作为宣讲 观经的 目的 从 佛作观 来看 二尊一教 的含义 是从 前面 演绎而来的 也就是 前面 佛作观 这个 世家牟尼佛 说要讲 除苦难法 阿弥陀佛 就显现 这样 演绎而来的 所以呢 从这 世家跟 彌陀佛 互相 互相在唱 双晃的当中 就可以晓得 这二尊 目的是一致的 可以说是 二尊一教的 所以 所以 善导道师 就说 斯乃二尊 许用无益 只以 淫贤有书 正由 弃谱之类万差 自始 互为影将 这些法语 听不太懂 不过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众生的根基 各个不同 因此呢 使得 世家牟尼佛 跟阿弥陀佛 为了配合 不同的根基 所以 有时候呢 世家牟尼佛 有出现说法 有时候呢 世家牟尼佛 隐末 由阿弥陀佛 显示 说法 也就是说 世家牟尼佛 说 要 说苦恼 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 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好像当下 世家牟尼佛 不存在 这个时候是 由阿弥陀佛 在单纲 演这一部戏 等到 阿弥陀佛 隐末之后 世家牟尼佛呢 又再度的登场 说法 这个叫做 隐险 有出 隐末跟显现 是各有不同 那为什么会有 这不同呢 因为众生根基 千差万别的关系 所以才让 世家牟尼佛 跟阿弥陀佛 互相扮演 不同的角色 就是这一种意思 所以在这个 善导大师 他在 观音师帖书 玄艺门 玄艺份 的蓄体门 蓄体门 要谎恶门判 的后面呢 善导大师 有做一个结论 来开显 二尊一教 的悲心 善导大师怎么讲呢 善导大师说 这完整的经文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好了 也就是说 善导大师 要往二门判 善导大师说 亦因为提至请 我今要义 往生安乐 为愿如来 教我思维 教我正受 说婆化足 因其请故 及管开 净土之要门 安乐能忍 显张别一之宏愿 这个就是 二尊二教的地方 其要门则 即此观经 定闪二门事也 定己 习律以灵心 闪即 慧恶以修散 回思恶行 求愿往生 这是要门的内涵 接下来 言宏愿者 如大经说 一切善恶 反无得生者 莫不皆诚 阿弥陀 代愿业力 为真善原也 那么前面的这个法语 是在显明 二尊二教 要门教跟宏愿教 可是最后 善导大师又讲 仰为世家 此方发前 弥陀及彼国来影 比善 此前 岂容不去也 也就是说 我们抬起头来 静静地思维 释迦摩尼佛 在这娑婆世界 劝导我们 要练了往生 极乐世界 而阿弥陀佛 就即刻 远从 十万亿 佛徒的极乐世界 来到 我们的面前 来迎接我们 这个就是 仰为世家 此方发前 弥陀及彼国来影 那么 善导大师接着 就说 比善 此前 岂容不去也 阿弥陀佛 从极乐世界 呼唤我们 而且亲自 来到我们面前 迎接我们 又有 因为释迦摩尼佛 在这个地方 发前 我们要往生 极乐世界 那怎么能够 不能往生呢 所以 比善 此前 岂容不去也 那么这一段 法语呢 就是在显示 二尊一教 的地方 所以在前面的 记语就说 金城 二尊教 广开 净土门 二尊教 广开 净土门 就是在这一段 法语当中 首先是二尊二教 二尊二教 就是药门教 弘愿教 最后呢 就是一二尊一教 二尊一教就是 会药门的定善跟散善 而立 弘愿的 念佛 是有这一种 含义的 所以呢 善导大师 在这个二百道御 也同样 显出这一种 意涵 所以二百道 一就说 分别将二尊 比义为 东岸之人 跟西岸之人 所以二百道 就说了 东岸 呼闻人 劝声 东岸 突然听到 东岸 有人来劝导我们 说 忍者 但决定 寻此道行 必无死 若住 即死 也就是说 东岸 有人 劝导我们 说 你尽管 决定的 依照这一条道路 前进 你不要倒退 这样就不会有 堕落六道轮回 的这个大灾难 如果你不往前进 停下来 或往后退的话 那就只有堕落一途了 就没有解救的可能了 这是 东岸的人 所发出来的 劝导的声音 那散导大师又解说了 西岸上也有人呼唤 说 如一心正念之来 我能护辱 众不会多于水火之烂 你只要 一心一意的 练佛 不要改变 这样 我就能够保护你 你练佛 我保护你 那你如果没有练佛的话 跟我就没有关系 怎么保护呢 所以呢 你们都不要 怕将来 会堕落这个三二道 那这个 东岸的人 所讲的声音 就表示 是释迦牟尼佛 西岸的人 所发出来的呼唤 是表示 阿弥陀佛 所以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净土法门 是呼唤的法门 释迦牟尼佛呼唤我们 发现我们要往生 就像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 就有三次的 劝导我们要往生 那三次就无量次 那很明显的 阿弥陀佛也从极乐世界 说你要预生我国 所以整个净土法门 就是二尊一教 这一教就呼唤我们 保证我们练佛 就必定往生 各位人有这样了解吗 那么现在呢 进一步探讨 到底 释迦牟尼佛 是在 关经哪一个地方 像散导大师所讲的 是在发现我们 关经哪一段经文 这个其实在刚刚有谈到了 也就是流通分的地方 流通分的地方 佛告阿兰如好之事与 此事与此事与此无量受佛名 这是指释迦牟尼佛 对我们的发现 释迦牟尼佛虽然 关经从一开始到最后 都在讲定跟散的 这两种药门 可是到了最后 流通分的时候 它不流通定散的药门 定散的药门 却只有流通 宏愿的念佛 劝导我们 要持无量受佛的名号 而不是要我们 观想阿弥陀佛的佛像 或者是修学 三福 九品的这个法门 那么释迦牟尼佛 到了关路让受经 最后流通的地方 所辅足恋佛的 可以说是惊天动地 惊天动地 为什么呢 彻底翻转 之前所讲的 这个关经的内涵 一看关经 我们一般都会理解 是在讲定散跟散散的 虽然定散散散的经文当中 多少也有牵涉到 恋佛 虽然有牵涉到恋佛 可是呢 并不平显 而且也把它当作是 散散的一种恋佛 可是到了流通分的地方 释迦牟尼佛 却将定 药门的定跟散 以及恋佛 这种指触的关系 完全翻转 完全翻转 也就是说 有关定散 这些法门的种种内涵 到了这个地方 假染而止 突然间停止了 改变了 不讲了 只讲 称明念佛 这一个法门 所以 从这最后短短的 辅足文来看 会让人家觉得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 认为 为什么会这样 你释迦牟尼佛 如果要讲念佛 你就一开始直接讲念佛 怎么 很长的时间 大片段 在讲 要怎么样来行持散散的三福 要怎么样来入定观想 十三种定观 到了最后 你却不讲这一些 却只讲念佛 会让人家 会让人家惊讶 甚至呢 由于不能理解 而离开 就像法法经 法法经当中 有五百真三万的比丘 离开法法的 这个法言 讲经说我的这个法座 那种光景出现 会让人家很惊讶 天地大翻转 可是不管怎么讲 定 闪 这个要门 到了最后流通分的地方 释迦牟尼佛 是舍掉的 而宏愿的练佛 却是提起而交代的 这个就是会力的关系 所以观经跟法法经一样 有一种转折的过程 法法经所讲的 所谓 为实施权 开权显食 会权历食 这种会跟力 这一种过程 在观经内 同样也有 因为从这一些 前后的经文来看 就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出来 不过呢 我们如果再深入 一层的思考 就会发现 释迦牟尼佛在这里 通过辅足 而使他独立出来的 炼佛 也有可能 不是宏愿的炼佛 而是之前在正中分当中 所讲的 定心的炼佛 或散心的炼佛 很难说 这里的炼佛 就一定是宏愿的炼佛 也就是说 即使同样在讲炼佛 可是有自立的炼佛 有自他恶力的炼佛 也有纯粹他力的炼佛 那么到底流通分 所讲的这个炼佛 究竟是自立的炼佛 或者是他力的炼佛 也就是说 是自立定散 要门的炼佛 还是非定 非散的 他力 宏愿的炼佛 这也必须是要根据 善导大师的解释 善导大师是怎么解释呢 善导大师是将 显章宏愿的这个经文 以及流通分的这个经文 彼此对照 认为流通分的 持明炼佛 持乎亮寿佛 就是非定非散的 他力的宏愿的炼佛 同时也是释迦摩尼佛 之所以把这个 持明炼佛这一个法门 付诸给阿兰尊者 要阿兰尊者流通 于后代的这个原因 所以善导大师呢 他就做一个解释 他解释说 从佛告阿兰 如好此事与以下 证明辅足弥陀 明好流通于侠代 也就是说 这个是在说明 释迦摩尼佛 要阿兰流通练佛 一直到未来 不要断绝 所以善导大师 进一步又解释说了 说上来虽说定散 两门之意 望佛本愿 意在众生 一向专成迷途佛名 也就是说 从前面一开始经文到现在 虽然释迦摩尼佛 说的定跟散 这两个法门 的这个利益 可是 释迦摩尼佛 从阿弥陀佛本愿来看 释迦摩尼佛的心意 是在希望众生 一向专成迷途佛名 那么可见 善导大师这样的解释 是他这里 一向专成迷途佛名 跟前面的定 三 两门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所讲的 一向专成迷途佛名 并不是定散的恋佛 也不是散散的恋佛 很明显地看出是 非定 非散的恋佛 是超越定散的恋佛 那么 由前面这个解释呢 就可以晓得观经 是定散 跟恋佛相对 定散就恋门 恋佛就宏愿 这两个相对 也就是观经 正中文所讲的 是属于定跟散的恋门 那么流通分 辅足名号的 是独立出来的恋佛 那么散导大师特别在 望佛本愿 之上加一个意 望佛本愿 意在 这个意 正式显 正式将 彰显宏愿 的这个 大经 彰显宏愿之文的大经 也就是本愿 跟流通分 互相对照 然后呢 晓得 观经流通分 所要显出的这个意涵 是在于 大经 无量寿经的 本愿的恋佛 也就是宏愿的恋佛 圣导大师下的这一个结论呢 就显示这里的恋佛 是非定 非散的 他力 恋佛 那么 有关 所谓自定的恋佛 跟散的恋佛 以及 非定 非散的恋佛 到底是什么 内涵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节就 讲到 这里 下一次 再显明这三种恋佛 现在呢 请大家 起立 踏步 拍手 恋佛